一季之长挺好的 你现在你还在那个闻 今天不好 今天不好 今天这个疫情嘛 把我们的行为阻挡 要不然的话 一年这个外国去 上回一年也不 如如大家一般都不去 今天这以后的形式也不好说了 今天来相信的大哥大姐真不一般啊 大姐听到大哥是鱼鳄班子的 有会乐器一季之长 很是高兴 而大哥确实这一季之长以后不搞了 大姐一下就沉默了 大哥你知道大姐喜欢你的一季之长 你就投其所好吧 让大姐高兴高兴吧 大姐你这么对娱乐圈感兴趣 是想要当大哥的经纪人吧 听说大哥以后可能不吹锁朗了 你的希望都破灭了吧 这老年相亲真的还是蛮搞笑的 什么场面都有 而且还让你屎料不及 我脚都不会 没人事就觉得多面时啊 对 一次婚姻失败了 然后还有第二次 我先勇敢地迈出这部啊 看着我 是那个梁一学梁大姐吧 哎呀 看着你本人今天穿这么红呢 我这个上班着急 我干活呢 我希望把你过来接呢 看着呢 她找不着乎啊 今天来相亲的是曾上过节目的梁一学梁大姐 55岁 离夜 有双宝 但还没到领的时候 目前每个月女儿给500元生活费 谈起上次相亲一个对方抽烟喝酒 而自己又执着于不找抽烟喝酒的 所以也就没继续下去 上次千年给接受过 现在呢 现在来还是单身吗 上次相亲啥情况跟我说 她抽烟来喝酒 她说为了我能把烟寄她 她说酒不能寄 我当时吧 也就是挺执着的 我就是抽烟喝酒那是绝对不行 而这个年纪呢 不抽烟喝酒的太难找 感觉到一个人去情挺孤独 后来大伙也都说 你就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你瞎拿着 而自己目前又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靠女儿的接近 苏兰这十五岁 我们的后勤 完了到上那儿就上门了 就是未来计划到那儿上门 你这认识都咋烧火 这也没有收入 我两家孩子就是供着我吧 我姑娘就是说 每个月给我那个三百五百 也就零花钱 所有就是说 这些个吃什么四个纳 全都是人姑娘往里头拿 那你一个月就开支 你现在怎么拿算了 要是说没有这个人情晚份 我一个月好像三百五百就够了 现在大姐的相亲要求 不知足于抽烟喝酒了 因为自己身体原因 动了手术 嵌了饥荒 现在主要在于考验男人 是否有责任心和担当 这个爱人吧 就是说他得有责任心担当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有点机会吗 三万多块钱机会吗 这机会是啥机 18年那年 完了我就是那个胆 把胆栽除了 就打那个手术了 那你现在把样子到人身体 做完了手术有没有影响 不影响啊 我那个没有什么感觉啊 大姐你就是你这个 在你未来打算打活呢 我可以打工挣钱 就是说我把我的房子卖的 打个比方说把我这个房子卖的 我这个钱我也还上了 我就是也不用那个男人说来承担说我这个事儿 但是你假如说这个男人他有没有责任心 那就是说那就是他 我个人吧你没去想他这个 这个不是需要用他来还 但是能考验这个男人有没有责任心 对啊 而且还能有一技之长 不要无所事事的 他会唱歌才好 我喜欢听着 我不会唱歌的 我喜欢听着 喜欢就是这种音乐这种感觉 他有正能量 让我能跟他学说也挺好的 因为我的余生 我就想高兴快乐做媒体 他有别的什么爱好 我都可以排他 所以我也在学习 最好他也有个爱好 然后你好能也没问题 他也能教育你 对是最好的了 我就不想找一个 就是他那个无所事事那事儿的 大姐你的要求不低啊 还要考验人性 人性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哥是否合适他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 叫冯玉祥冯大哥 65岁 丧傲 经济收入3万元 农村有平房 红娘来到大爷家 最先看到的就是大爷的菜园了 带我们进屋看看 这小院 哎呀你这豆子咋咋都蔫儿了呢 那是早送的 后边后送的没有一面 你看那黄瓜在那儿烂 黄瓜 你看那吃的 都红了都烂了 这都烂地里了吗 这不就 没有吃啊 我自己我一个人吃不了 你自己在家收起来也行啊 收了放哪饭啊 安夏我也不愿去 虽然菜园子不小 但因为大一个人 菜也种了不少 也因为吃不了多少 所以很多菜都烂在了地 菜园子也没怎么打脸 而大哥的主要时间 都花在了自己的爱好上 陪伴我几十年了 从啥时候开始就是 我从学的时候 我十四岁以后就学 后来我就从而是学的 人家听的时候你啥感觉 当年小时候 一个不吃饭也去听着 也去听着 就吹这个吗 喊起自己的吹锁了 那是从小就结下的缘 而且这吹锁了 还是有规定的 我们吹一个大的呗 要看看就弯了 平时不让不能吹大的 为啥呀 大一是办丧事用的 就死人吹那个大锁了 这个是乐队伴露用的 吹大的我们跟前这有老爷 很多那杯声他也不高兴 不让行轨不到死人的地方 不是想吹就能吹的 看样子 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行规 而且大哥凭借自己吹锁了 还是农村当地的万元户呢 农村的啊 谁家要有一万块钱 就这一个村子 几乎没有家存一万块钱 那钱相当实的 那那个时候你能赚多少钱啊 那时候我能赚一万块 七八年到八八年 这个是 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农村 一年就能赚一万块钱 就靠他 对 八十年代的万元户 那可是难得的手术啊 虽然是自己吹锁拿赚的钱 但也是因为有个理解自己的妻子在 男人无论是做啥 家里他喜欢要是不支持 他都干不了 他是吉利市下乡知青年 下乡到我们自己村 自己恋爱 马上人家是在农村 那可拿 因为啥呢 他是知青年 我是短业兵 这不就比一般老百姓就进一步嘛 那不是给他写信 有时候也 宁愿写 写封信 他给我写封信 一点点通过书信 就把感情拉近了 那你大哥当五年兵 你就跟他写五年信呢 嗯 靠书信往来五年 那就是他这么多年 走这么多年 我还有时候还在梦里 有时候还经常梦 谈起自己的妻子 虽然过世了很多年 但经常还出现在梦里 当然自己的妻子 因为身体有病 也花了不少钱 你说大哥你这么多年 赚这么几钱 但是家里都自己一个人 住住小房子 嗯 但是没有病 没灶了 没啥事了 正常生活还行 他心 主要是心脏 22年开始就一点点有病 22年到90年 8年 嗯 老伴有病那些年 花了多少钱呢 哎呀 那就 记不起 咱弄大劲 就上大医院了 上基里长途了 这一年你带他去几回呀 最多的时候 二十三年 二十回三十回 二十回三十回 嗯 你那个外面有活大整啊 他没有活 就有时候他严重我就不去了 那个外面活那么挣钱 然后又不能出国啊 还这个家照顾着老爸 嗯 不愿意回忆 回忆商贷 可最后还是人才两空 只留大哥一个人孤独的生活 儿子也在内蒙古安了家 而自己又不习惯的编的生活 所以大哥只能一个人守着自己的房子 因为有儿子每年得两万元的生活费 加上自己还能赚一点 生活是不用丑 但就是太孤单 就想找个老伴陪着自己 别说了 太孤单了 太苦 儿子几年没回来呢 都自己过了 七八年了 自己一个人过了几年年了 一个七八年了 那你爷爷办的时候啥整啊 后面你做年过几 不过不过 就是个人讨过点饭 你就是吃不够活的 哎呀那你这日子过得也太难过了 就是嘛 要不说要找个老伴给我做点饭还是啥 别的我啥也不需要他给我做 那老伴就是来给你做饭 也会 你就应该实心实意对他好 不知今天来乡亲的大姐是否合适他 红娘带着大哥来见大姐 最接下来见面大姐跟我们的期待或者怎么样 见面呢才能知道 能不能跟你有个一定啊 我跟你说话 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紧张啊 谢谢 等一下 你好 你好 真的 别脱鞋 坐 今天进来就快忘了 我可以先介绍一下 哈哈哈 这有多热情 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冯玉祥 冯大哥 哦 您好 您好 您也介绍一下自己的 我叫梁玉祥 两人等见面 大哥对大姐很满意 我和我的戏面 这个挺好的 哪块儿 无关上说话 什么都挺好的 大姐也觉得大哥还行 他个儿也行 我那么好 他坐那边说话 所以烟灯举手也都行 大姐带着大哥看了自己的房子 我的屋非常简单 啥 这都是大姐你养的花 对呀 我就喜欢养花 养鱼 房子不大 也很简单 但大姐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把房子还是打理的很温馨 养了不少花花草草 大哥看到大姐这住楼的 而自己还是住农村小院 所以就担心大姐 是否真的能住农村 而大姐自己说还是喜欢农村生活的 这是我自己摘的 我爸一摘小葱 说大哥 我就买了五块钱的小葱 就全摘了 不是密麻麻的 然后我就见着吃 就是我这个阿比当小地儿 其实我一直吧 就忘不了我农村生活 我就跟他 如此大哥就安心了 这时大姐主动说起了自己还有积荒的情况 完了我现在吧 就是怎么说呢 他有点积草 有点积草 我这积草吧 三万多块钱 不到四万块钱 想要走的什么都要到透明 被藏着一叶了是不是 就是说是我这个钱 说你能帮我承担你就承担 说你不能承担你 我也不用我自己来还 因为侠呢 我还能打工是不是 大哥听的时候面无表情 但还是给予了理性的回答 这个吧 其实这个就是 你对我将来如果要能走到一起 就我一个在经济上 对给你一个帮助 其实要我一把拿出的东西 还是还是做不到 我就得惹你 咱们一年的我的一年收入 就能收入费用 挣着的钱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得你需要时间 我给你点赞 这就足够了 如果两个人真诚了 自己生活之外的钱 可以替大姐还饥荒 大姐对大哥这样的回答 还是很满意的 他能说出这句话 我已经很满意了 他最起码他说 他真的他是喜欢我 他会说我 他不喜欢我 他绝对不会说我 当时真的我感动 好像眼里一样 大哥是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 大姐的人性考验是通过了 那么大哥是否就是他的良配呢 说起大爷的一技之长 大哥在农村也很努力 他年轻的时候 是那个 五月班的 我原来就是唯一五月班的 大姐就更来兴趣了 是能干说的娱乐 他会吹这个热气 还会玩耳朵 能干吗 对 就会这些个东西 他只能接触这个娱乐圈 跟着他给一起 也挺充实的 这个一技之长挺好的 那你现在你还 你还在那个闻 农村吗 今天不好 今天这个疫情嘛 把我们这行都都打 要不然的话 一年就是 我也要去 上班 一年也就 不如大家 去干多的钱 今天这以后的形式 也不好说了 可是大哥的回答 就令大姐有想法了 大姐是兴致勃勃地 想要与大哥一起发展娱乐事业 还想给大哥当经纪人 结果大哥说 以后不想干了 这不是给大姐泼冷水吗 本来大哥可能是想年纪大了 找个老伴 一起陪着老伴好好享受田园生活 随之大姐是个闲不住的人 还想陪着大哥进去娱乐圈 两个人的生活理念是南辕北辙 所以大姐就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挺幸福的 她的晚年很好 我和她要在一起结合 好像是不行 两个人对未来生活规划完全不一样 这怎么能够走到一起呢 这应该也是年龄差引起的吧 毕竟大姐才55岁 对生活充满了挑战和向往 而大哥已经65岁了 要开始享受老年生活了 何况自己年龄大了 吹缩了也是个利息活 自己赶紧有点力不从心了 所以两个人的思维 不是在一个调上 这是很难走在一起的 可大哥觉得大姐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不和自己走在一起的 如果我要是一把刀给她拿出去四万 帮她换几乎 她就是又有说法 你觉得大姐是因为这个 是 是的 就算不用理他也能自己干什么 那就没意思了 我们俩走到一起我缺个半 她要出去打公路 我不还是没有办法 大姐大姐说了 大姐说是因为 因为我一直以后 他不想就俩人天天都在家 就做了 大姐就希望俩人有点事干 不管有点 在农村就除了 做农村民家事 就是大姐也不会干 那你说俩人天天在家 他干家务 你再后干什么 是也说的也有道理 也有 也有 红娘帮大姐解释了原因 大哥也能接受 毕竟收入是关键 没钱万事不通 最后两个人当朋友 你们怎么看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